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礼拜三又到了 那这期间听众朋友有没有很想念我呢 大家是不是在很多新闻上面都看到我的身影出现 因为前一个礼拜跟电台请假去 那个韩国玩了一趟 结果没想到就上片各大媒体 那听众朋友就想说 这个声音好熟悉 是不是我平常在世界一把刀听到那个 对 就是我本轮 没错 我那个我的职业生涯所有的成就呢 都被礼泰院生还者的这个身份 所cover掉过去了 因为我上个礼拜因为我刚过生日嘛 所以我先生就跟我预定了一个 去韩国的惊喜旅游 顺便庆生 然后结果我们就碰到礼泰院的事情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出国旅行要很注意安全 而且要保持着高度的警戒的意识 因为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李泰院那天的事情大概 其实呃台湾可能有点难想像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但是我觉得那个 主要原因是那边地形有点特别 因为它很陡又很窄 所以打一个台湾的听众朋友 很容易想像的比喻就是 你把西门丁那么挤的人潮 然后放在九份的地形上 因为离泰院它是一个在山坡上的位置 然后很多西门丁的青少年青少女挤进去 那如果是挤在九份那边的话 其实有一个人跌倒 大家全部都会一起站不稳 那出国旅行在外呢 就是大家都会去喜欢的地方走嘛 所以像我跟我先生也是 久仰离泰院圣名 所以我们那天就预定好 要去体验一下夜生活 结果没想到韩国人 我们非常非常的喜欢过万圣节这件事 所以我们走进去的时候 发现四变八方的人都一直涌过来 然后要回头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 已经走不出来了 那出国旅行就是这样子 有很多意外会去发生 所以就提醒各位听众朋友 出门在外 玩的时候要尽兴 但是很多时候还是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那这边就不得不称赞一下我先生 因为他比我有忧患意识跟那个警戒意识很多 因为大家挤进来的时候 我还在路边打电动 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 不要再打电动 赶快走 你没发现人越来越多了嘛 然后因为那个我去韩国 我很热爱打那个宝可梦嘛 然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限定的 那个宝可梦 然后我就硬要在那边抓 然后大概抓了20分钟 结果后来他们的人潮汇集的速度 比想像中快非常多 然后因为疫情刚解封 韩国也是 他们现在不用戴口罩了 所以很多很多 呃 感觉就是刚被放出来玩的青少年跟青少女 再加上韩国跟日本也是一样 非常喜欢过欧美系的节日 就万圣节啊圣诞节啊 这些他们都很喜欢过 那万圣节那天就是很热闹 但是发生这样的悲剧谁都不喜欢 所以就是出门在外要多注意平安的事情 那今天礼拜三 待会准备了什么 呃轻松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呢 这一集的来宾也是我期待非常久的 然后我们等一下音乐 那个歌曲播完回来过后 要跟大家聊聊 日本旅游 是一个非常神秘的重量级嘉宾 我今天看到那个前几天看到嘉宾的名字的时候 我还跟气质讲说 他们那个真的是日本旅游线第一品牌 如果讲到他们的话我想不出第二件 他想说终于看到本人了 然后日本旅游也是台湾的听众朋友 非常熟悉而且又向往的 所以今天的重头戏就是要跟神秘嘉宾来聊一下 大家好久好久不见到非常非常想念的日本 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因为大家应该都很期待很想去旅行了 那我今天在想说旅行对大家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这两三年大家没有办法出国 所以应该大家在国内也很多在移动 然后到处去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玩 那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说就是 如果你可以换另外一种心情 或者是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你生活中的事物 其实也是一个旅行的态度 那在这边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就是由20年品牌力性机构 推出了一个新的商品力性天狼 它位于新北市板桥的江翠义文景观水岸特区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案子 它是什么机能应有尽有 周边有商圈 学区 托育中心到国高中都有 欢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 可以拨打赏屋专线 02-8969-3188 或是上网搜寻力性天狼 就是战力的力 信用的信 然后天空的天开朗的朗 那这边这个资讯就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那现在我们要听的歌是日本的 永远的童颜帅哥 福山雅志带来这首音版《Sakura Zaka》 君をずっと幸福に 風にそっと唄うよ 愛は今も愛のままで 揺れる木漠 香る桜坂 悲しみに似た薄紅色 君がいた恋をしていた 君じゃなきゃダメなのに 一つになれず 愛と知っていたのに 春はやってくるのに 夢は今も 夢のままで 頬に口づけ 染まる桜坂 抱きしめたい気持ちで いっぱいだった この街で ずっと二人で 無邪気すぎた約束 涙に変わる 愛と知っていたのに 花はそっと咲くのに 君は今も 君のままで 会えないけど 季節は変わるけど 愛としきひと 美し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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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だけが 大きい瞬間 FORWENT NEWS98 賞空 常上10 天 那剛剛 也先跟大家 預告 了 今天要 聊 我非常非常非常期待的話題 也就是我非常喜歡旅行 然後今天就邀請到 我們重量級的來賓 三富旅遊商品部日本線副總 陳春生 副總好 stars 福總好 親徒 大家好 很期待看到副總 因為我相信 各位 聽眾朋友 或多或少都有去日本旅游过的经验 如果没有可能也非常向往 台湾人真的很喜欢去日本玩 非常非常非常 而且最近刚解封 所以可能刚刚开始回闻了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 我刚刚在练习发音的时候 副总还小纠正我一下 我来练习一下 Ohi Sashi Muli Japan 就为了日本对不对 没错 想得非常好 谢谢 台湾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蛮想念 去日本玩的时光的 那副总可以帮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日本现在是什么状态吗 已经慢慢的在打开了 然后接受观光客进来了 是吗 如各位所知道的 在10月11号日本开放了国境 我们台湾也在10月13号开放了国境 所以在对日本的旅游来讲 终于大家很久没有去 也是非常想去的 各种网路新闻等等 各个媒体做了调查 最想去的国家 第一名都是日本解封的时候 所以相对的在解封了之后呢 确实有很多旅客 也一开始都冲到日本去了 所以就是回温是指日可待的 那我自己去过的 当然大部分人应该都去过东京 大阪 明古屋 那今天副总会帮我们介绍很多 一年四季都不同特色的景点 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请副总帮我们讲一下 台湾现在非日本 已经复飞的航点有哪几个 现在呢因为比起2019年的疫情前 现在呢复飞的航点还算少 目前呢我们从最南端的来讲的话 冲绳 再来到九州的福冈 再来到本州的大阪 明古屋 东京 再来到北海道 目前呢复飞的大概只有这些航点而已 不过这几个都是那个台湾人很喜欢去的地方 非常喜欢去的地方 对 欸副总你觉得台湾人为什么那么那么喜欢去日本玩 其实台湾人喜欢去日本玩不会无几个理由 一般去旅游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好玩 对 还有日本还有一个好吃 对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也是国人最喜欢的好买 对 很会买东西 当然日本还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在全世界旅游 他最让人家让人家觉得很安全 嗯 所以好安全好安心 也是他吸引人的原因 而且我那个因为我爸妈很喜欢去日本玩 然后他们常分享一点就是说 他日本真的很干净 然后空气也很好 因为比如说有些会在台湾 因为台湾湿气比较重 然后一直过敏的 然后到日本 因为比这边干燥一点 然后就会觉得整个那个街道的规划跟都市设计都非常非常的棒 那像现在是11月了嘛 如果我们现在11月12月这个季节去日本 的话副总会推荐我们先去哪里看看 如果在现在这个季节当然就是所谓的赏风的季节 大概在11月到12月初这一段你不管是这个九州 或者是我们讲的关西地区金板神 甚至于到东京 他都是赏风非常适合的季节 嗯那个我们今天访问的副总呢是那个三富旅游就是我刚刚跟气质分享说 哎这是三富旅游真的是我心中的那个日本旅游线的第一品牌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跟气质讲说我想不出来第二天第三天是谁 对我想说终于看到本人了 那要跟听众朋友呼吁一下不是就是邀请一下 我们现在在YouTube也有做直播 那副总今天帮我们准备了很多非常非常漂亮的照片 所以如果听节目的当下你有空的话欢迎到YouTube的直播现场来跟我们一起观赏这些美丽的风景 比如说副总你现在播的这一张是在哪里 这一张呢就是即将要到来的在每年的一月到三月中在日本的北海道的东部 嗯在东部所谓的俄获刺客海 嗯每年呢从这个北极圈的流冰 是经过海潮的推积到了俄获刺客海之后到日本的俄获刺客海岸 碰到北海道东边的资床半岛 嗯在这个资床半岛来做一个回流 嗯所以流冰就会在那个地方集结 嗯这张图片呢您看到的就是在我们搭乘破冰船 在一望无际的海上面破冰的情形 哇那通常这样子的破冰行程在这个船上会待多久 大概是40分钟 40分钟 40分钟要因为看天气气候的关系 嗯嗯对是非常可以很轻松的在海上来欣赏流冰破冰 还有很重要你甚至于可以去喝一个非常特殊的嗯叫做流冰啤酒 嗯这么酷 那个流冰啤酒呢它是用流冰呢在阳光照射下嗯形成的天空的蓝 嗯非常蓝 而它啤酒呢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嗯来包装非常特殊的一个流冰啤酒 你也可以在这地方可以喝得到 我就是行程很特别 然后我之前就是在还不能出国玩的时候因为太想出国了 然后就在YouTube上面搜寻 然后就看到那个日本有一个YouTuber他很爱分享那个 因为就是副总刚刚讲那个沃河赤克海岸的那边流冰的声音 因为流冰有一些微碰撞的那个冰块那个轻轻轻轻的声音 这样子我因为我是说轻轻轻轻 大家听起来好像没什么 但是流冰的声音其实很疗愈 然后那个我还在那个Podcast上面找到有这节目是专门在播那个碎冰碰撞的声音有 对他是非常非常疗愈而且会让你心情很平静的 那副总这个流冰的行程他除了这个船之外他其他的天数会搭配什么 一般一般在这个是北海道冬天的行程冬天行程北海道大概有台湾的两倍大 所以我们在北海道的旅游呢大致上都是现目前的航点来讲的话是从千岁机场 雜黄的千岁机场进出 对所以因为他有台湾两倍大 所以北海道大致上又分为四大区块 所谓的道央北海道的中央 所谓的道南北 所谓的道东还有道北 那像冬季来讲的话基本上行程包装会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道央加上道东也就是去来刚才现在各位图片上看到的这个破冰船的行程 另外一个是道央再加上道南也就是接下来这张图片所看到 这个就是所谓的世界三大夜景之一的航管夜景 它呈现一个扇形的夜景 这都是道南的行程 那他就一定会去的一个航管山夜景 因为这个我看那个副总资料的时候 然后就非常井底直挖跟副总分享说 所有副总提出来的行程 我只去过这个 就是航管夜景 但是这真的很值得一看 非常值得看 因为他是在台湾大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夜景 我觉得大概是90度左右的 就是前面大概开一个直角这样子 然后大家会觉得蛮不错 可是航管夜景是整片 然后因为他绵延的非常的远 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被珠宝 或者是那种星星或者银河包覆在里面 副总你本身去过航管几次 数得出来吗 可能没有办法数得出来 没办法数得出来 非常多次 非常多次 所以就跟走你家照咖是一样 也可以这么说 不过他这个夜景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 他的两边凹进去 他是一个扇形的 所以扇形的夜景 对 所以他的角度来 他会号称叫做百万夜景的原因 就是好像就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 是 非常多百万颗的珠宝 在日文叫做pika pika 发亮的那种感觉 是很值得去看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夜景要美有几个特别的条件 一个就是当然他那边空气要很好 不然能见度也会很差 以及就是你的商业要够繁盛 因为如果没有点灯的地方 那块其实就黑掉了 对 然后刚副总讲到 因为那扇形 所以他两边是海湾是不是 对海湾 对所以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形状 但是呢就是呼吁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要去这个点的话 其实如果你要拍出像副总这种照片 最好是带相机去 因为我之前去的时候就是 没准备在用手机狂拍 其实他这个效果 用手机会差蛮多的 但是现场看人就是非常漂亮 然后副总刚刚说那个 道央配道南 还是会去小尊运河 对不对 基本上所有去北海道的行程 都会走到小尊运河 小尊他就在道央 那进出点呢 又是在所谓的千岁 是 就是渣谎 所以呢所有的行程 你走道东加道央 或者道南加道央 都会一定会去到现在图片上 所显示的 这就是小尊运河 嗯 小尊运河呢也是台湾旅客 非常喜欢 对 非常非常喜欢 对去逛 那么好逛 好买 真的又好拍 嗯 包括他也那边非常有名的 荷果汁 对 也有可以 你可以自己DIY 你可以做你自己喜欢的一些 呃 这个所谓的小视频 对 那边都有 对 因为我有一年带我妈跟我女儿去 那个逛小尊运河 然后结果 那个整个 无法把他们两个带离那个场地 可是我妈就是陶醉在 因为那条商店街 其实很多店很多店可以逛 很好逛 然后我觉得小尊运河那一区的商店街 跟一般有点不一样 它是蛮丰富的 对 不会说你一整条街都在卖同一个东西 然后我女儿是沉醉在 欸副总记得他的尾端有一个卖音乐盒的 对 哦 小朋友超级喜欢的 而且他有各式各样的音乐盒大中小型 就是 就算你没有对那个音乐盒这个东西特别的喜欢 你进去看还是会觉得这个很迷人 因为他们好像就是很传统的木座手工艺 以及那个就是他们说那个music box 这个水晶音乐这一点 在北海道那边他们是融合的很好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还买了一个音乐盒回来 然后现在放在家里 然后我女儿时不时就会去转那音乐盒 然后问我说什么时候还可以再去北海道玩 不应该买这个给他 一直让他提醒这件事情 那下一张那个副总要给我们看的是什么地方 哦 这超漂亮的 这个呢也是在北海道 群衣草田吗 不是 猜错 这个是叫做枝音 枝音 日文枝就是芝麻的枝 哦 樱花 哦 一般各位知道 樱花它都是长在树上 嗯 那在这种枝音呢 它是在长在草上面 嗯嗯嗯 在日文的枝 芝麻的枝这个字 代表就是草 哦 草上的樱花 嗯嗯嗯 这是每年在北海道的东部呢 可以非常漂亮的 所谓的枝音公园 嗯 而且满山片椅的枝音 是 你还可以看到 它甚至于会异用 它有两种品种 一种像画面上现在看到这种紫色的 嗯 另外有一位地方 也会看到一点鲁白色的 嗯 它甚至于会在山坡上弄出很大很大的 一只鲁牛的形状 哦 利用这两个颜色来搭配 好可爱哦 很特殊很漂亮的地方 很值得去看的一个地方 欸 副总枝音的那个日文要怎么讲 叫做柴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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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 欢迎收听News98世界一把抓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冠宜 欢迎大家到YouTube的直播现场 跟我们一起看今天的节目 为什么会那么诚挚邀请 大家去看YouTube的直播呢 因为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 三富旅游的商品部 日本县副总陈春生陈副总 帮我们带来很多很多 很漂亮的照片 因为有些景色 可能大家都没有看过 像我去日本很多次 那刚刚那个上一节 副总有跟我们分享 那个北海道的知音 那我刚才那个很唐突的猜 然后把它猜成薰衣朝天 那很多景色都是我们没有看过的 上一节我们讲到北海道 现在副总要带我们神游去哪里 接下来呢要跟各位介绍的 就是从东京呢 距离东京呢 大概是他最北边的地方 叫做青森 那里最有名的景色呢 就是如果您在YouTube上可以看到的 这就是这个石河田旁边的叫做奥陆赖西 奥陆赖西呢 这个地方呢 他又号称全日本最向先进的地方 看起来真的很漂亮 对他在春天的时候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春天的景观 他的他本身呢 他自然的在溪流上面会形成一个雾 对雾状 所以你在那边我们一般安排到这个地方 会让客人自由的散策散步 大概在一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客人去的都非常的喜欢这个景点 因为照片上看得出来他那个 我觉得他水花好细喔 非常的细 然后那个泡泡非常的细致 你会觉得好像那个烟雾缭绕 好像来到人间仙境的感觉 对对对 完全是非常的 因为副总我问一个那个 有点没尝试的问题 如果大家去散策的时候 抓不回来怎么办 散到不见了 他的设计真的是非常棒的 就是这条戏呢 因为他你只能一条路往下走 不会散到不见 所以只会迟到不会不到 他一定要到 所以无论如何可以 那个回头去找客人就对了 对因为他我们会在 基本上在他上游处放客人 我们会在下游处 而且是有商店的地方 那客人一定会 对他一定会在那个商店会集结 这很好的动线规划 对这也是我们有特别去规划的 对因为如果是辐射状的散开 就可能很难捕获大家 基本上都会沿着溪流走 所以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照那个荧幕上 看到的这一张 非常古色古香的又是哪里呢 这个呢是也是最近台湾 这几年旅客非常喜欢去的地方 也是在日本的东北地区 叫做银山温泉 这个银山温泉呢 也是日本的三大温泉之一 那这现在看到图片看到 是银山温泉 它冬天的景观 当然是这个白雪覆盖的 还有它有个这里的特色 那里的饭店没有新的饭店 哇都是有历史的 全部最新的大概都有七八十年以上 好棒喔 你光你走在那个饭店的 一个饭店的街上 温泉街上 你觉得你就算不住那边 都感觉是到了一个非常棒的 一个景点的感觉 所以银山温泉现在已经不单单是一个 住宿泡汤的地方 甚至于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去到日本的东北地区必去的一个景点 嗯嗯 我觉得去那种那个温泉区啊 然后我如果是去很崭新的饭店 其实就没那么有feu 没有错 对然后银山温泉这个听众朋友可以看到画面上 它是完全都是 我刚刚说古色古香 没想到它真的是古迹 然后最年轻的也有七八十岁 嗯 那这个行程就是 现在还在走在东北线对不对 对都是在东北的 嗯就跟青森是走在同一个路线上 对对对东北的 对那下一张到了非常辽阔的景色 我们是想这边是哪里 这个呢就是在 也是在东北的大概中部的地方 在靠近仙台那里 叫做松岛嗯 松岛又号称日本山景 嗯 这个松岛呢 它总共呢 有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小岛 而且那每一个小岛的上面呢 都是天然的松树 哇 而且这各位知道 日本的松是非常的漂亮 对 而且它的品种的关系 它不会长得非常的高大 嗯 然后在这各个岛上 你可以看到各种造型不同 完全没有任何人工的污染 它完全是天然的 然后呢 我们会搭着游船 在这个是一百多个小岛 去整个在上面来做一个游览 大概会在三四十分钟的时间 嗯 在船上 然后又会有海鸥会跟着 嗯 当然旅客们最喜欢就是买一个仙碑 嗯 来喂海鸥 CAMOMI 这CAMOMI 嗯 在副总面前炫耀一下我拙劣的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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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被副总称臣 所以可以喂食海鸥 对对对 喂食海鸥 好可爱 嗯 那现在这个是哪里 因为现在画面上看到了 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一个 几乎如果你对日本向往的话 对这个景色都会有点印象 嗯 这个是哪里 这个呢 揭晓一下 这个呢 也是一样是在东北地区的 这是一个呃 我们讲赖场西那边呢 它有一个天然的峡谷 嗯 然后呢 在溪流上面呢 我们现在也有安排一些铁道之旅 然后我们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嗯 对 欸副总从刚刚分享的画面看起来 现在这个季节 11 12 12月 还蛮适合去东北玩的 对不对 因为它的雪景 很美 当然如果要看完全的雪景的话 可能要到1月份之后 1月份 对 那11 12的话呢 可能在11月份 12月初 东北市赏风 嗯 非常漂亮的地方 对 嗯 那如果我们现在准备 在报1月份的团 就是可以看到刚刚银山温泉 就是有点雪覆盖的样子 有 然后也可以看到那个赖场西 那个雪道的温泉 还有 雪道的铁道 当然如果1月份还可以去三行线 嗯 也是在东北地区 它可以看所谓的树兵 嗯 这也是非常特殊的景观 嗯 刚刚那个副总提到说 那个松岛上面的松树的天然的风貌 然后我就想到 因为那个他们的服饰会里面 其实大量的是用 松树作为主题在画 对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副总刚刚就是解开了我的谜 我想说为什么他们的松树都 是非常有风姿的 然后都不是太高 所以它是作为一个绘画的元素来讲 非常强大的一个视觉的象征 嗯 那如果大家去松岛玩的话 应该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松树 因为它是在比较冷的地方会长得特别的好 对 所以台湾的漂亮的松树没有这么多 但如果你去走东北线的话 就可以看到很多松树 那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这边 我们开始的富士山出现了 对 各位就开始到东京来了 嗯 当然东京呢来讲的话 一直是台湾也好 全世界各地的旅客不败的一个景点 真的 它有交通之便 没错 当然也有它是它的首都 嗯 也因为这样子呢 所以每年都会非常多旅客 那东京当然就是一般除了一些有名的景点 比方说东京新的铁塔天空树 嗯嗯嗯嗯 那还有不败的 Skytree 有带小朋友喜欢年轻人喜欢的迪士尼 对 这些都是它不败的景点 也是一直都是游客非常多的地方 那副总这个这张画面那么漂亮的 是从什么视角拍过去 这个从从什么视角拍过去 这是在东京的近郊一个叫做玉电厂的和平公园上面 他拍过去的 嗯 在天气好的时候 而且看到各位看到富士山 富士山有个非常特殊的 它有个全日本人他们都知道富士山 当它上面有一朵云盖住的时候 那他们就代表什么明天会下雨 哦是哦 因为他们是千年来他们传说 但是确实如果有住在日本 住过日本大概都知道这样一件事情 嗯嗯嗯嗯 他就叫做那如果整个上半部遮住 就说富士山 他今天铺上面纱 嗯嗯嗯 如果下半部遮住 就是他穿了一个长裙 嗯嗯嗯 蛮有意思的 而且我也听朋友说过说 如果呃可以看到完整的富士山的倒影的话 好像听说是会非常好运 嗯 是一个有好运的象征 对你有错 因为它是那个日本长久以来 各各种创作跟绘画的主题 是 那我自己超级热爱富士山这个图案 所以我会收集很多 像我化妆包是富士山搭 然后我小孩的橡皮擦 还是买富士山搭 然后我刚刚就是 零机一动抽考副总 这个是什么视角 但他完全没有思考 就答出来了 那你有认不出来的地方吗 整个日本 应该很难找 很难找很难找 我想说 诶完全没有要谦虚的意思 嗯应该很难找 就像这富士山 你如果有去 我们甚至也有去到 会去登山 嗯 登山有两种 一种是观光登山 一种是真正的登山 嗯 那观光登山的话就比较简单 你车子可以直接开到五核木八核木 嗯 那他们有卖一样最特殊的东西 各位应该想象不到的 他可以卖空气 哇 卖空气 真的Air吗 Air 他是用罐装 罐装 说不出话来 对 富士山的空气 而且是易开罐 然后所以 他保存 还有保存期限 所以你买了以后 然后到台湾 就可以回味一下 你打开 嗯 你可以送亲友 你没有机会来富士山 我把富士山空气带给你 嗯 而且卖得很好 真的假的 而且还不便宜 真的 一罐台币要一百多块钱 哇塞 小小的一罐 真的 真的都能卖 真的日本人真的在商品化 真的很厉害 这部分是怎么样的巧思 都想得出来 真的是厉害 嗯 那如果我们是直接走观光行程 登山的话 就是直接到一个有view的地方 对 开上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了 对 你可以到到五合目 游覽车直接可以开到五合目 那边应该还没有高到 会有高山症状出现 还好还好 对 只是你会感觉到 真的空气不一样 嗯 其实他主要的就是让你 其实你到山 看不到山 嗯 对 所以在山里面 在山里面 那你但是你可以体验到 原来你曾经登上 这么有名的富士山 虽然你只是搭游覽车上来 对 也可以小小满足一下 好 下节回来 我们继续跟副总聊日本的旅游 欢迎收听news98世界一把抓 我是主持人刘冠莹 今天呢邀到了 就是重量级的来宾 三副旅游商品部 日本县副总陈春生 然后跟我们聊聊日本旅游 因为解禁了 然后台湾人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想念日本 刚刚上两节 副总从我们带我们的脑海中 从北海道 然后到东北 一路一路走下来 刚刚还去富士山爬山 然后还卖了一贯 那个富士山的空气给我们 那副总现在要带我们神游 继续看哪里的美景呢 接下来各位呢 如果在画面上有看到的话 我们要带各位到每年也是台湾旅客 非常喜欢去的地方 嗯 台湾人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嗯 就是在日本呢 的所谓的 我们一般叫做北陆地区 嗯 那他每年呢 在四月中旬 啊 会开山 嗯 那画面上看到就是最有名的叫做雪墙 嗯 那这个雪墙呢 每年呢 这高度不同 是 因为积雪的不同 它很特殊的呢 它是用机器把它切割出来 嗯 把它切割出来 然后来叫做开山 嗯 然后再如果您在四月五月六月去的时候 甚至于呢 在这个地方还可以安排你下去 它叫做雪大谷的扇车 嗯 你可以去走到雪墙的旁边 当然很刺激各国的旅客 包括日本旅客也会做这事情 在那边留下你的 你心爱的人 或者是家人 的名字 哦 据传说也会 可以带来好运 好运 在雪墙上面 对对对 自己可以留下名字 所以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 甚至于 有一些这个 很甜蜜的语言 都会在那上面的出现 所以大家下去散步 然后就写春生我爱你 这样子 春生是副总名字 哈哈哈 气质在对我比仪的笑 想说趁机告白副总 哈哈哈 所以这边就是台湾人很喜欢的 黑布丽山 黑布丽山 对 这是非常非常壮观 当然也可以看到 好我们也会在这边呢 我们会在一天的旅游当中 搭乘转换七种不同的交通工具 太厉害了吧 不管是从高原巴士 就是缆车 嗯 登山缆车 甚至于到你的脚 哇 都是一种交通工具 真的 还有火车 是 还有那种登山的火车 嗯 总共会有搭乘七种交通工具 嗯 我们会在那边一整天的时间 嗯 一般来说大概从早上十点钟上山 我们会在最上面的地方 会用个中餐 嗯 然后呢在中餐的地方 你可以喝到所谓的 黑布丽山的明水 嗯 据说那个水呢 是可以长寿的 嗯 长寿水 吃完饭之后呢 我们再一路再往下走 然后到上面黑布水坝 最后再整个回来 大概前后的行程 大概要需要 花费五到六个小时的时间 在山上 嗯 然后那一整天的行程 就是可以体验七种移动的方式 对对对对 然后景色也是不断的变化 对不同的变化 好酷 到了秋天的话 他在赏风也是非常的漂亮 嗯 到了他在九十月的时候 赏风也是非常漂亮 所以刚副总说 那个呃我们一到三月的时候 其实可以去那个北海道那边嘛 对对对 也可以去东北 东北 因为那银山温泉那边 对 就可以看一下 微微的雪景覆盖的样子 那如果四到六月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黑布丽山这边 学大鼓散策 对对对 然后留下你心爱的人的名字 嗯 那现在画面上这个非常漂亮 应该算 这是金格寺吗 没有错 终于又答对了 果然去过 哈哈哈 刚刚超怕打错 没有错 这就是京都的金格寺 嗯 这个也是国人也好 外国旅客去到京都必去的景点 好 那京都各位都知道 他是一个古都 嗯 他也澄清是日本的首都 对非常优雅 他 其实为什么京都京都 大家这么喜欢去 他是在日本的首都 最长的时间 嗯 他西元794年到1894年 这1100年当中 他是日本的首都 嗯 所以他有非常深的文化的气息 你可以在路上 你就可以感觉得到 甚至于他那边的人走路 你都会感觉到 有点很优雅的感觉 嗯 他跟东京的步调完全的不同 嗯 所以个人呢 如果你京都没有去过 一定要去一次 嗯 这是在大阪附近的 叫做京都的景点 是 然后下面这一张也是 这一张也是 非常喜欢去的地方 主持人要不要猜猜看 嗯 这个副总直接揭小谜底 OK好 我就不刁难主持人了 这叫做清水市 哦对对对 我只想说我也有去过 这也是在京都 嗯 清水市他最有名的就是 日本有三大名烧 所以陶池烧的之类 嗯 这边就是清水烧有名的地方 清水市他有二年版 三年版 那条路是我们做旅游 带团去的话 最怕带客人去的地方 刚刚前面主持人讲过 带不回来 这个地方就是 带不回来 一直逛一直买 一直逛逛不回来 对找不回来的 真的 清水市 那个清水烧 讲到这个酒吧有一个很知名的主持人 曼娟老师嘛 然后曼娟老师的写作生涯当中 他只有帮一个歌手写过歌词 就是张青方 然后我记得有一首很著名的歌 叫你手中的清水烧 讲的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没有错 然后一对恋人一起去玩 然后也是带不回来 对 买了很多恋爱的纪念品 然后说他那首歌唱的就是 京都的回忆啊 还有你手中的清水烧这件事 嗯 好那副总下面一个地方 是也是漂亮的倒影的 这里是哪里 这个呢这是在也是一样是在京都的 我得也太可确的影响 没有错 这里就是在靠近琵琶湖畔的地方 嗯 嗯嗯 那在日本来讲的话 他的最特殊的地方 他的水 嗯 因为非常的清澈 嗯 他们日本的排废水系统是全世界 做非常有名的地方 所以他们排到湖西 甚至于水沟里面的水都非常干净 所以只要有水的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像这个 嗯画面上看到这样的倒影 对 所以这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 真的欸 对 你可以看到 接下来你看这张也是一样 这个呢 就已经我们就到了九州 哦到了九州 日本台湾人也是很爱去九州 非常爱去九州 而且那个九州呢 离台湾非常的近 嗯 除了沖繩以外 九州是日本四个大岛里面呢 离台湾最近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是九州的金陵湖 嗯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 他是呢 他是位在阿蘇山的旁边 嗯 那他的也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他旁边呢 有几间非常有名的小店 那旁边呢 也有一个老街叫做湯布院 嗯嗯嗯嗯嗯嗯 这个台湾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地方 非常喜欢的地方 他很好逛也是很好买 也是会叫不回来的地方 也是会叫不回来的 也是会叫不回来的 这里完全要考验到导游 能够如何把客人集中起来的一个公寓 欸 副总像这种 湯布院这种比较发散地形的 嗯嗯 那客人真的逛到 那个乌赵亚人 要怎么把他 那个叫回来 要怎么找到他 一般来讲的 一般客人会逛到 大概导游都很清楚 哪些店会让客人 流连忘返 忘记时间 完全失控 大概去那些店 就可以把他再全部的 捂回来 这是母鸡跟小鸡 这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我们大概掐指一算 你知道他们在哪里流连 是不是 有客人像那边的话 很喜欢去买一个叫 Beats Peak的牛生乳卷 对对对 这个台湾人口耳相传 对现在呢 已经我们像我们公司呢 已经为了避免 这样子的一个困扰 我们在只要去到 湯布院的团体 我们会释切预约 生乳卷 生乳卷 让每一个客人都能够吃到 嗯 我们就直接送他们生乳卷 嗯 免得找不到他 免得找不到回来 因为现场要排队 对这也是避免失控的一个方式 真的 因为台湾人到湯布院完 几乎都是走不出来 好逛 然后又很漂亮 然后那个地方 又太辽阔 因为我们听过太多客人 因为在排队 买生乳卷 真的 所以回不来 而且你去找他的时候 他如果 刚要排到 你又不好意思打断他 这样赶快回来 对对对对 所以避免这个困扰 真的 真的 然后下面我们就到柳川 对不对 是没错 这个柳川呢 你可以看到 我如果看到画面的话 他是也是也超过 已经有500年以上历史的 嗯 他本身呢是本来是一个护城河 后来呢 当然现在这些城都没有了 他运河旁边 就是春天的时候 樱花盛开的情形 更特殊的 这些船夫们 都非常的训练有素 他会表演特技 是哦 什么样子的 因为呢他是个运河 所以会经过一些小桥 那个桥呢 他非常的低 到这低的地方 他是要叫客人 必须要低头趴在船 船摇船里面 整个趴在里面 对 然后通过 而这些船夫们会很 调皮的会他会跳上桥 嗯 然后从桥的另外一段 他直接跳到船上面 哇塞 跟客人会合 所以不会跳下来之后 是错过了 不会 跳下来 而且他们在边划船的时候 还会唱的当地的一些 所谓的民谣 而且会非常配合 当你是哪一个国家团的时候 他也会唱唱 台湾的望春风 哇塞 之类的 入境随修 对非常入境随修 对对对对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今天的副总分享 就带我们在一年四季里面 神游了日本的各种的美景 最近因为解封了嘛 然后大家可以 开始准备出国玩的事情了 如果你对日本有兴趣的话 很欢迎大家去山副旅游 找我们副总 村生副总 今天很谢谢副总 谢谢 谢谢主任 谢谢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